由金山警分局和獅子會所主辦的捐血救人活動 在今天上午與金山區公所前舉辦 一大早就看到許多民眾領著捐血資料準備抽血 加上今天天氣放晴 民眾相當踴躍 而獅子會也希望能夠突破500代的數量 而金山警分局為了響應這樣子的熱血活動 就是希望自己能夠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同時也能夠幫助自己的健康 到目前為止有300多代 目標是五六百代 希望能突破 我們就利用各方面的去掀導 今天我們通人只要是沒有勤務的 我都鼓勵他們出來監血以外 我還特別要求我們的這個承辦單位 說下一次主辦單位我們金山分局也要加入 這也是特別要提出來做說明 躺在書寫的椅子上 無論是長期的榮譽兼鞋者 或者是第一次參與的民眾 臉上都沒有絲毫的恐慌 努力實現捐血以待救人一命的這個口號 就連金山警分局的員警也一起玩起袖子來做公益 捐血以待救人一命 那本分局的所有同仁會發動所有的疫警 民房 疫情 志工 全力來捐血 一起響應他的捐血活動 那我們同時金山分局也一起來當一個熱血警察 因為捐血也是一種衛兵服務的活動 我們希望藉此項活動看能不能響應整個金山區 或者是整個新北區大家一起來捐血 因為畢竟現在還是會有雪荒的情形產生 為了鼓勵當地民眾多多參加捐血活動響應公益 這一次主辦單位也準備了許多的贈品 要讓前來參與捐血的民眾帶回家做紀念 而是智慧也表示像這樣子富含意義的活動 期盼大家都能夠踴躍參加 為地方做出更多貢獻 造福社會大眾 記得是端一金山採訪不到